欢迎回来发达广场的环节 我身边的嘉宾继续是我们的事务总监国师志先生 郭教育,你好 上一节跟大家讲了行指方面的走势 今次跟大家讲讲A股方面的走势 上证指数最新做2241点,升6点 沪深300指数最新报2540点,升10点 深正盛指现在做9080点,升57点 看到三大指数也有个升幅 但升幅不超过1% A股方面早段都是窄幅上阳居多 斯敏花、郭教育,怎么看A股方面走势 暂时有少许技术上突破 包括上证指数最终轻微升破了 一度短期下降通道的顶部 但这个不足够 因为直到现在这分钟的走势 都是有少少不明朗 包括什么呢? 第一就是成交金额都比较薄弱 虽然指数已经升到通道的顶部 碰住了 有少少是轻轻走上来 但始终来说 2250点这个技术上的小双顶 需要进一步上破 而且稳守在2250点 楼上超过三天或四天 才出现一个初步的升破 现在这一分钟来说 我觉得还没算 不过当然知道 漸漸升到了2161点 始终是一件好事 但如果市场的投资者 入市信心是充足的 或者入市意欲强的话 市数老早抽穿上去 因为成交金额是绝对可以支持到的 但反过来 现在成交金额是比较薄弱 显示到买盘的心态 还是比较保守 它是升 但参与者是有所保留 5月份一些解禁股又再出来了 其实有不少的 大家都担心 一旦解禁股出来 会令到A股的升势 又会受到规限 无论如何都好 现在这一分钟 A股虽然有少少是 见底回升 有少少转定 但始终来说 也不是太过明朗 事实上2013年12345月 直到现在这一分钟 整个A股都是处于先高后低的形态 今年的高位暂时是2444点 这和去年2月27日的高位 2478点 基本上是属同一个区域 换句话来说 2478 接着去年5月4日的2454 今年2月18日的2444 显示到在2400左右 总之是在2500前头 其实大股的阻力 是相当明显的 要突破的话 只有一个方法 就在中央政策配合之下 有庞大的成交金额 支持 足以推穿去 才会引来投资信心的回复 在那一刻来说 资金主导之下 指数应该进一步推升 不过现在这一分钟还是未成功 包括中央政策 暂时来说都是反负 反贪 为稳为主 似乎一些大方向的政策 都还未出台 当然要维持7.5%的经济增长 我相信不会拖延太久 但这个所谓 不会拖延太久 到现在为止 到底还有三个星期 还是一个月 大家都不知道 既然不知道 大家不做事 还有 A股因为过去一段时期 一些质数比较差的股份 都可以照样上市 这就遗留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一些戒禁股一到期 大股东就立刻在市场上沽售 是合法的 无论多少他都沽 外面的投资者 买得多的当然输得多 买得少的都输了 令到大部分人对A股 对一些入市的态度 不单止是保守 而且是越来越审慎 去年在一个低潮的时间 有不少内地的股民 甚至乎是卖清手上的股票 是离场的 不单止离场 而且连股票户口都结束了 可想而知 他们对A股的看法是多么深死 当然不知 今天来说 情况就不太差 因为由去年的1949点上升 去到今年的高位2444 升了495点 我当你回吐一半也好 多一点也好 其实现在已经是见了 只要的指数 不要再低过2161点 或者不要再低过去年12月20日的低位2142点 问题就不大 但是 你说现在这一分钟 轻轻升破了下降通道的顶部 需不需要太多着弱 我看也不需要 老实说 我不理你QFII也好 怎样也好 你相对最核心的问题就是 A股长期不振 顺带一提 他们很喜欢送红股 总之年年送 大大地送 送到最后 10元的股票可能只剩1元 因为年年都送 一送完就当然随静 即是说 你手上的股票 是多到一螺螺 可能计算红股 在账面上不需要怎么输 但你送得太多 你变成股票多到那么紧要 你要推升上去 你不是要多些的资格 要多些参与者 但正正是这样 参与者就越来越少 因为一早参与者 已经被捆绑了 所以认到A股的走势 长期还是偏弱的 两个最主要原因 第一就是一些不合规格的股公司 照样上市 第二就是 太厉害于送红股 是有送 不是有送 送到大家的股票 一挡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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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的东西太多就不值钱 怎样都好 A股暂时来说 是技术上初步断定 但你说会不会带来太大的刺激 我看都不会 不是 另外说到环球银行方面 都有个放水的情况 好像欧洲、澳洲、印度 都相计宣布减息 加上大量热钱达到中国的压力 但银行昨天才进行了 正回购550亿的规模 见到都减低了 银行近期减息可能性 你又怎样看 觉得减息的机会 是否暂时不大 好像自己打自己嘴巴 你这头正回购 向市场收回流动性 你那头减息到底搞什么 那当然不会 其实去年底 因为市场对资金的需求 是比较明显的 所以中央政府 就通过一个正回购的方式 向市场上注资 但党说明 当时这个措施 是一个短暂的措施 即是说今天放完之后 可能两个月三个月不定 是会逐渐逐渐收回 几次的逆回购 已经向市场上注资了 今天达到8600亿 当然 你说下调银行准备金 是一个政策 下调了 不要说今天调 三个月就加回 一般都不会的 但你一个逆回购 是一个短暂的措施 你这头放下 下一个操作 你当然要收回 这是差不多指定动作 不过放的时间 全世界都拍手掌 到你收的时间 大家都有些少抗拒 所以股市 在一个正回购的指令下 成交金額不但稀疏 而且投资欲是低迷的 全世界都知道一个道理 你扔钱出来市场 市场当然是拍手掌 会升的 你向市场上收回钱 一些流动性一缩了 动力一定是减少的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 不过顺带一提 就是以一个正回购的金额 如果去到差不多的话 为了要保持7.5%经济增长 我个人看中央始终还是要放的 你不放又怎样可以 好像你买楼 现在这一分钟 限价也好 限购也好 但对一些真真正正 想买楼而且合乎 买楼的条件 或者资格的人士来说 影响不大 不过这样 要供的 那钱从何时来 就跟银行借 银行也要有钱借才可以 换句话来说 要维持经济增长 中央政府最终要适量重宽 好 谢谢郭Sir 长盡分析了A股方面的情况 这期时间差不多了 下一次回来 会是问答环节 欢迎大家打电话来 204-6566 问问题 又或者是电邮给我们 电邮地址 ask at bschannel.com 同样 我们的分析员 继续和大家解答 这期时间差不多 主要问答环节再聊 就会经过了